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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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过去这几天的下跌 台湾股市为什么会跌 两个原因嘛 第一个就是因为马上有中秋节了 中秋节廉价 大家都很怕 很怕说会不会有这个77年 民国77年历史重演 77年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还记得吗 因为那时候我还年轻 还小 不太记得 他只记得是一位郭婉荣女士的事情 造成股市连续崩跌了19天 当然大家从此以后对于中秋节大家都很害怕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股市大跌 那美国股市到底会跌到什么地方呢 那因为美国股市止跌的话 我们台湾股市就有机会止跌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探讨一下 美国股市什么时候有可能止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美国这个道雄指数的这个K线图 我们看一下 这个K线图你们看到 我们讲过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类似一个这个M头的走势 然后呢 现在问题来了 上礼拜五一根长黑 这个礼拜一呢 一根长红 大家觉得说好像这个盘有救了 结果呢 我们在节目里面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是不是跟大家讲 他现在道雄指数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这边有个跳空缺口 然后所有的短期的移动均线 都在上面形成压力 形成盖头压力 所以呢 我们是比较担心 我们在昨天讲 我们比较担心这个盘 有没有办法呢 这个攻上去 结果昨天果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 昨天呢 这个道雄指数 再来一根长黑 变成叫所谓的坦克线 两阴包一阳的坦克线 那所以呢 在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呢 我们讲过 每一个股票呢 每一个股市都有它的股性 那它的股性到底是怎么样呢 你可以注意看哦 这里它也是两阴包一阳的 这种K线图 那结果之后呢 它再跌两天 之后才反弹 同样的情况在这里也出现过 两阴包一阳 有没有 两根黑线包一根红棒 结果呢 又跌两天之后 再度的反弹 所以理论上来讲 我们按照这个 道雄指数的它的股性 还有它的节奏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呢 道雄指数再跌两天到三天的可能性 是相当高的 那么两天的话 就是呢 礼拜三 礼拜四嘛 对不对 这两天 礼拜三 礼拜四 让它再震荡下跌两天好了 那么呢 到礼拜五的时候 它就有机会反弹哦 为什么我说礼拜五有机会反弹呢 因为礼拜五是这个 这个道雄指数的 这美国股市的四无日 这个四无日呢 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它所有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它都要在那一天的 这个到期平仓 所以那一天的量 都会非常的大 那量大呢 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呢 四无日 它如果呢 是在一个低档 就是短线的相对低档 我们就是讲说 它自从上礼拜五 开始一直跌一直跌 震荡的下跌 跌到礼拜五的时候 那碰到四无日 它会怎么走 反弹 这个是通常 它会走这种走势 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讲 我们从明天开始放假了 对不对 放得好 这次中纠结 放得真好 为什么说放得真好呢 因为大家想想看 如果礼拜三 礼拜四 今天 明天 这个美国股市在震荡走低的话 我们在修市 你跌你的 没有关系 跟我没关系 那么呢 礼拜五 它只跌了 反弹 因为四无日 只跌反弹的话 那我们台湾股市呢 刚好下礼拜一 回来上班的时候 回来开市的时候 刚好人家反弹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跟着反弹呢 有机会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廉价 放得真是好 所以大家呢 把心情放松嘛 对不对 心情放松一点 然后呢 该烤肉的去烤肉 该喝啤酒的 因为我刚刚 坐这个小黄来 那个接着司机跟我讲说 他今天晚上叫我去烤肉 他准备要喝20瓶的啤酒 我说好厉害 真的是好厉害 所以你看看 他这心情 这位小黄 司机现在 他这个心情放松得多好 这样生活才会快乐 这就是我们的slogan 我的slogan是什么 Kinsanatan 探Kinsan 对不对 你轻松的赚钱 然后呢 又赚到轻松的生活态度 这个才是做股票的 最高指导原则 我希望呢 我们投资朋友 大家都能够 Kinsanatan 探Kinsan 这个非常重要 我每次看到 有很多我们的投资朋友 我们的同业 一看到这盘跌 或者是呢 他在做多 然后这个盘跌下来了 哇 愁眉苦脸的 哇 这个怨天尤人 对不对 那这个 他如果放空 这个大盘呢 嘎上去了 哇 一天到晚 就在这个指伤骂怀 不是 不是指伤骂怀 这个 这个指东骂西的 骂人那个愁眉苦脸的 干什么呢 做股票 是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 各位投资朋友 千万记住我这句话 因为呢 你如果能够 保持轻松的心态 像我这样子 轻松的心态的话 那么呢 会怎么样 脑筋就会比较灵活一点 因为你一天到晚 哇 很苦 觉得是非常痛苦的话 那么呢 你的脑筋呢 就打铁了 你知道吗 那脑筋打铁 人是最怕什么 就是脑筋打铁 不是 不是怕踢到铁板 踢到铁板没关系 那个包扎一下就好了 脑筋打铁呢 很难救 所以呢 保持轻松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再一次跟大家讲 保持轻松 千万不要说因为 大盘跌了这么好几天了 大家想说 你还在这边嬉皮笑脸的 这个看着很讨厌 千万不要抱这种心态 我们快乐一点 轻松 轻松赚 赚轻松 炭轻松 炭轻松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最高指导原则 好 那么呢 今天呢 这加权指数 虽然只跌了 这个一个中黑而已 几十点而已 可是呢 有很多的股票 是继续的下跌 那大家也还记得 我们从这个上个礼拜 9月5号开始 我们就呢 有跟大家讲了一些 一些个股 就是说有做投疑虑的个股 那么呢 这些个股 过去这个礼拜以来 它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在9月5号的时候呢 跟大家讲过什么 TPK 橙红 有没有 3673的橙红 然后呢 它这个宏达电 是它难兄难弟 那所以TPK叠下来了 宏达电日子也不太好过 那么呢 再看一下 茂莲 有没有 昨天我们还讲茂莲 昨天我们还讲了茂莲 然后再过来是双红 再过来双红 再过来是3081的联雅 那另外一档呢 致意 致意还没有正式的起跌 这档股票呢 等一下我们会说明一下 好 我们先从呢 TPK橙红开始讲起 那这一档股票呢 这档股票最麻烦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呢 它的股价一直跌 它的股价一直在跌 可是呢 所有的人都一直在看好它 在看好它 为什么大家都一直看好它呢 因为呢 它去年第三季 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9月5号讲的时候 我们讲说 它去年第三季呢 把它的所有的呆账啦 所有的这种折旧 一次一次打掉 所以它去年第三季的 这个EPS的 这个EPS呢 负的这个程度 负了五十几块 是创了我们台湾股票 史上最高纪录 可是呢 它打消这些呆账 打消这些折旧之后呢 法人呢 本土的法人 立刻看好它 为什么立刻看好它 因为它以后 没有这些的这种 不必要的费用 它所有的通通都打消掉 所以它以后呢 几乎它的毛利率呢 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那它一定是赚钱嘛 随便做随便赚 你知道吗 这是法人打的算盘 结果呢 它今年 第二季的这个财报一出来 大家一看 还衰退了七块多 还赔了七块多 EPS赔了七块多 大家一看 莫名其妙 你不是所有的呆账啊 通通打消掉了吗 怎么搞的 还会赔钱呢 所以它的股价 开始走弱了 开始走弱了 那么呢 我们在9月5号 跟大家讲说 这档股票要小心之后 从9月6号的盘中开始 盘中的高点开始起算 到今天盘中的低点 它跌了多少 16.2% 跌了16.2% 跌了9块7毛 各位投资朋友 没有几个交易日 它就已经跌了16.2%了 所以这档股票 我们这样子讲 大家看量价关系 我们今天再随便上一点 这个技术教学 量价关系的技术教学 我们之前讲过 这一种形态叫什么 碗公底 对不对 碗公底 这个一个凹下去的 一个碗公底 可是呢 记住喔 碗公底呢 它有一个条件 K线一定要配合 做一个碗公底的形态 反过来讲 你看一下 TPK呢 它是盖起来的碗 这个碗是盖着的 底下呢 是一个碗公底的形状 可是上面K线形态 它是一个覆盖起来的碗 这个表示什么 碗打翻掉了嘛 碗打翻掉 那个饭都撒出来了 还会有好事吗 当然没好事 所以呢 各位投资朋友 看这种量价关系 你一定要看得清楚 好 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9月7号的时候 跟大家讲个什么 茂连KY 当时是不是 大家都在讲 哇 特斯拉概念股 好啊 汽车概念股 好啊 好得不得了 大家都讲核大啦 茂连 茂连啊 这些的 这些的这个 特斯拉概念股 然后呢 这汽车概念股 好得不得了吗 好得不得了 我们在上个礼拜 跟大家讲说 这档股票要小心 为什么要小心呢 因为隐约 已经有一个 这个头部形态要成立了 再加上呢 因为它的天亮 这边 我们再次跟大家讲 这边一根标准的避雷针 什么叫避雷针 很长的上引线 收黑黑 更重要的是 量能 创了天亮 有史以来的最大量 叫做天亮 那么天亮 留个避雷针 好 那它从此以后 再也上不去 我记得当时呢 还有很多我们的同业 跟大家讲说 拉回就是要找买点 那个真的买得辛苦的 不得了 好 现在呢 这档股票 187块半 我们从我们开始 跟大家讲说 要小心这档股票 开始 它从187块半 跌到163.5 跌了24块 跌得很深 那看起来呢 现在只要你稍微看得懂 K线形态的投资朋友 都知道 这档股票呢 头部形态已经成立了 这其他也没什么好讲 好 再来一个呢 联雅光 有没有 我们在这个上礼拜 也是跟大家讲说 这档股票 我们上礼拜也讲的时候 说这档股票 当时在这里 我们还说已经跌得这么低了 还要去小心它吗 还要去做空它吗 我们说对 没有错 为什么我们当时呢 在它已经跌幅这么深的情况之下 还跟大家讲说 要避开 你如果是要做多的话 要避开这档股票 你如果喜欢做空的话 这档股票是个不错的标的 结果呢 从我们开始跟大家讲的时候 345块 到今天盘中的最低点 295块半了 已经跌了14%了 跌了一只半的停板 好 为什么当初呢 我们会跟大家讲说 这档股票 虽然跌很深了 还是要小心 它有破底的危机呢 很简单 我们在这边 今天呢 也顺便教大家一下 技术面 量价关系 大家看一下 这边一个大量 这里一个大量 这里一个大量 有没有 三个大量 这个叫什么 三尊头 量能的三尊头 它虽然跌下来了 可是呢 它大量都在相对的高点 在股价的相对高点 有没有 相对高点 所以呢 变成大量乘头 那么三个大量乘头 叫做三尊头 大家在学技术分析 有学过那个K线的三尊头 对不对 形态学有学三尊头 有没有人教过你 量能的三尊头 没有 好 今天已经听到了 听到赚到 OK 所以这档股票 还会不会有低点呢 我们在 以中长期来讲 从量价关系来讲的话 它或许还有低点 那可是呢 在短线的技术面上来讲 我不排除 它随时有反弹的可能性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讲一个股票 刚才呢 我们讲的TPK TPK的 难兄难弟是谁啊 每个人都知道 宏达店 是不是 他们两个真的难兄难弟 我跟你讲 这个三地财经台 五年之前 第一次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 就问什么 就问宏达店 问宏达店 因为那个时候宏达店呢 大概在六百块钱左右 全市场的人都说 台湾之光 以及股价腰斩了 逢低就是找买点 那那个时候呢 记者来采访我 我就说 有一点问题 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 因为时过境前 我们也不要再重复了 我说这档股票有问题 六百块太贵了 哪一天呢 跌破三位数的时候 我们再来谈 结果它真的跌破了 而且重点是 我当时呢 跟大家讲 跟我们的记者朋友 讲宏达店的时候 我还是说我奉送 另外再奉送一档股票给你 叫做TPK 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TPK这么好的股票 这么好的公司 你怎么会说它 跟这个宏达店是难兄难弟呢 结果现在证明了 它的股价 现在跌得比宏达店还低 这个呢 就是呢 你要观察入围 你对一家公司的好坏 不是说纯粹看技术面 也不是说看它的财务报表 你要看它的未来性 为什么我们在五年之前 就可以跟大家断言说 宏达店跟TPK 是难兄难弟的 当时他们两个股价 都在六百块附近 我说他们是难兄难弟 结果是不是跌到现在 跌到现在还在跌 好 我们把这个宏达店 再讲一下 这档股票 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做多 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做多 因为呢 我们可以看 它的融资使用率呢 到目前为止 融资使用率是16.6% 有34,000张的融资余额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 它的卷值比高达62% 卷值比高达62%的股票 你会去放空它吗 你当然做多它吗 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 这个融券 卷值比高的股票 就有被嘎空的机会 所以当然是做多它 对不对 你是这么想的 对不对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已经有人在点头了 那我在这边告诉各位 你错了 为什么都错了 你怎么知道 这些融券是散户放的呢 它不是主力大户放的呢 那从它的股价的走势 告诉我们 这一次 这些的融券是主力大户放的 对不起了 各位投资朋友 所以你就看 它的股价 为什么会跌破盘整区 原因在这里 那么呢 我再一次 我现在呢 继续教大家一个这个诀窍 它的卷值比 不是今天才这么高的 它在这里 就已经非常高了 它卷值比一度高达80% 80以上 可是呢 之后它的股价有没有涨 没有涨 卷值比达到80%了 它的股价还没有涨 还不走一个嘎空的走势 那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放空的人 不是一般的投资人嘛 一定是大户在空的嘛 所以你要知道 现在的主力大户 非常的厉害 他们会用融资融卷来骗人 那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被骗了 台湾的这种诈骗集团 已经太多了 千万不要在股市里面再被骗 那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那当然另外呢 还有一档股票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关系 要进广告了 另外一档股票 我们在下半段 再来跟大家这个继续讲解 不过呢 今天呢 我们要这样子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 明天是中秋节 虽然外面呢 有风有雨 可是呢 我们也跟大家讲一下 看一下 我们今天呢 送给大家一个中秋节的礼物 这个中秋节礼物叫做 168大惊喜 那中秋假期呢 你来电 我们有服务人员都上班的 那会让你 趕快把握住这个机会 等一下还有更多的个股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台美同步新片冠军 萨利机长 现正热映中 鸭枪时我喜欢格局一切炒赞 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Choose your own life 鹅排七米窗 咖啡是旅人 在赤道出生 逐经巴西的桑托斯港 来到您的手中 历经几千道程序 和职员们的热情 淬炼成一杯咖啡 咖啡不单是一体 咖啡就是人 Coffee Lovers Planet 10月1号世界咖啡冠军 邀您欢庆国际咖啡日 1 2 step it up 1 2 step it up 1 3 step it up 入主ODA3 S-LINE特试版 即刻升级S-LINE外观套件 与双前座电动椅 在响分歧零利率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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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来快乐向前行 刚有人哥说了很多的个股 其实之前已经提起大江了 它是蛮弱势的对不对 但后续的这些个股 应该怎么办 很多投资人说 融资要断头了 怎么办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 我们必须要讲说 融资会 你面临到融资会断头的情况 真的是 我不能说不应该 而是说 你在做股票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就是绝对不要被套牢的原则 怎么讲 就是说 你一看 你的股价爬不起来了 爬不起来要怎么办 当机立断 停顺 我现在为什么 一直坚持这个原则 我在股市这么多年 我一个原则就是 我绝对不让我的股票被套牢 所以我这一辈子 我不敢说夸口讲说 我从来没有被套牢过 可是只有六四天安门事件 那一次被套牢了三天 被套牢了三天 三次跌停板 被套牢了三天 其他从来没有被套牢过 为什么 因为我肯停损 我这样子讲 停损的重要性在哪里 你如果今天不停损的话 我们现在假设 你的股票腰斩 一百块的股票变成五十块 那么你要把这个 你的成本赚回来 你的这档股票 必须要涨一倍 你才赚得回来 请问一下 一档股票会跌到腰斩 它有多少的几率 可以让它涨回一倍 那几率非常低 就算它涨回一倍 你也只不过是拿回成本而已 别人赚得开开心心的 结果你只拿回成本 对不对 好 反过来讲 如果这档股票跌了一成 一直停板 你设停损 那么你还有九十万 九十万在手上 要把这个十万赚回来 是不是容易多了 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讲 千万不要让你的股票被套牢 绝对不要让这个嫦娥笑我们傻 这个嫦娥不是现在不是笑我们呆 不是笑我们脏 千万不要让嫦娥笑我们呆 因为被套牢就是错误的 绝大的错误 好 那么讲到被套牢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讲一档股票 致意 3596的致意 为什么要讲3596的致意呢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的一些这种 我们之前提醒大家小心的股票 他们都跌下来了 对不对 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在哪里 共同的特征 高档出大量 高档出大量 也就是说他现在股价 已经跌破了大量区了 现在这一些大量 通通变成大量套牢区 所以也简单的讲 头部已经成型了 一个圆弧头已经出来了 67块两毛以上 已经形成大量压力了 大量压力去了 所以这档股票 我不排除它短线有反弹的机会 因为它可以反弹回来 再来尝试挑战这个颈线的位置 可是因为它已经大量做投了 所以我会提醒投资朋友 小心这档股票 如果你手上有这档股票的话 万一跌破了应该停损的停损点的话 那么你还是要做停损的动作 千万不要跟股票谈恋爱 请记住了 虽然中秋节花好月圆 正是年轻男女出去谈恋爱的时候 可是千万不要跟股票谈恋爱 好 那么接下来 当然刚才我们讲的都是一些 跌下的股票 讲的是比较大家不喜欢听的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这个盘势 我们这样子讲 虽然已经连跌五天了 虽然跌得很深 虽然很多多头已经开始心灰意冷了 可是我在这边再次跟大家讲 今年的盘势本来就是这样子 急涨急跌 所以跌下来你也不用太悲观 跌下来的时候 说不定也正式呢 找寻这个买点的好时机 那么有哪些的股票呢 可以呢 做一个这个逢低沉接的动作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这里我们列出了五档 低档转机相关的类股 像是升科 齐邦 金国光 可乘 还有呢 紧缩 这些的个股呢 你可以看一下 他呢 在第二季的 他这个营收的 EPS的年增率 他这个年增 这个稍微的减少 然后呢 增加 稍微增加 OK 最主要是呢 三大法人呢 在过去的十个交易日呢 几乎都是买超的 几乎都是买超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有哪些股票呢 可乘 今天可乘出风头了 对不对 大家都在跌的虚类类 很会涨 很会涨 对不对 我们之前有跟他讲过了嘛 一个底部形态出来了嘛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因为呢 这一次的 大家都认为说 他iPhone 8 会用玻璃机壳 所以可乘完蛋了 对不对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讲过 我们讲过 可是呢 Note 7 Note 7呢 为什么会爆炸 有一个可能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在做焖烧锅 他们不在做手机 怎么是说焖烧锅呢 玻璃机壳 把那个机器整个 手机整个封锁起来了 又防水又防尘 所以它热得不得了 所以iPhone 8 还会不会用玻璃机壳 不一定 这可乘呢 这档股票 可以值得观察注意一下 另外还有个紧缩 因为时间快到了 好 我们讲一段 紧缩这档股票 我们下个礼拜呢 下礼拜一 再来继续为大家分析 底部已经成立了 所以呢 明天是中秋节 我们呢 168大惊喜 中秋假期期间呢 你来电话 我们就让你 谈谈谈谈谈谈 要立刻把握住 好